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打了一个富豪挑战极限导致瘫痪 后半生需要小伙照顾的真实故事 在法国巴黎的迷人夜色中,一辆豪车呼啸而过 司机是一名黑人小伙,名叫德瑞斯 副驾驶坐着一位大胡子白人 是本篇的另一位男主,富翁菲利普 从菲利普僵硬的坐姿不难发现,他是一名残疾人 这天,德瑞斯开车在菲利普外出 城市的夜晚人买卖坏,他们堵车了 急行的德瑞斯直接抽车闯风灯 不幸的是,他们被警察追击并成功拦截 德瑞斯和菲利普打赌,警察会放过他们 德瑞斯被警察揪住车外,用枪指着他的头大声斥责 然而他却反指责,车离的老板重病,需要急诊 再继续拦车,他就要改型开零车了 警察看到菲利普疯癫的状态,深信不疑 立即释放德瑞斯并提议为他们开路 让他们尽快到达医院 德瑞斯回到车上之后兴奋地向菲利普炫耀 还happy地放着音乐 到了医院门口,警察走后,德瑞斯点了一支烟 豪醉地深吸了一口,顺便给菲利普吸上一口 天色渐渐亮了,他们沿着乡间小路行驶远方 镜头一转,影片回到他们最初的相遇 豪华的面试大厅坐着一排面试者 他们衣着正式,坐姿标准,显然很重视这次工作 整齐的西裤,皮鞋里面架杂着一条牛仔裤 牛仔裤的主人就是男主德瑞斯 白人富翁菲利普因为跳伞事故 导致脖子以下高位瘫痪 需要护工照顾,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的面试者 他们奢餐莲花,口若悬河,正见其全 面试者被问及面试原因时 都在强调想要包住弱势群体 他们有同情心,会照顾人 结果没有一个让菲利普满意 随着女管家的喊号,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 这时在大厅无聊闲逛的德瑞斯耐心耗尽 不顾女管家的走脑插队闯进面试房间 房间里面有一位漂亮的女秘书 含有招聘主任菲利普 女秘书很惊讶她的突然闯路 但还是尽职地询问她的简历 德瑞斯答非所问,回答了几个乐队的名字 并嘲笑菲利普的音乐品味和幽默感 她将一份文件放到桌上告诉他们 她需要三份招聘失败的合同 用来领政府失业金 希望菲利普给她的文件签字 然而菲利普告知德瑞斯 今天不会给她签字 明天早上再来一次 于是德瑞斯回到了位于巴黎贫民窟的家中 外出工作的母亲还没有回来 只有一群弟弟妹妹在家 最大的弟弟总是和不良青年混在一起 每天不务正业到处惹事生非 贫民窟的家很小 甚至德瑞斯泡澡的时候 弟妹们会进来洗漱 直到深夜妈妈回来了 她指责德瑞斯六个月不回家 长这么大应该自己独立搬出去住 伤心愤怒之下将她赶出家门 被迫流浪的德瑞斯在街上和朋友们闲聊 深夜朋友们相继回家了 很快剩下她自己一个人 夜晚的巴黎灯火璀璨 同时寒风刺骨 无家可贵的德瑞斯无奈在地铁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 德瑞斯来到菲利普的豪宅 严谨的女管家接待了她 并带着她到别墅转了一圈 再次见到菲利普时 她躺在床上 由医生进行日常按摩护理 菲利普嘲笑德瑞斯依靠他人救济 自己不会工作 激将法下 德瑞斯答应了菲利普的一个月试用期 约定成立 德瑞斯搬进了别墅 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和浴室 然而德瑞斯并不适合这项细致的工作 她会在医生按摩示范时睡着 帮菲利普到轮椅时 忘记系安全带 把脚部护理霜和洗发水高混 啼笑劫肺的问题在不断地出现 她还会嘲笑菲利普的医用长袜 问菲利普需不需要裙子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 德瑞斯还需要负责菲利普大小便的问题 感觉原则问题被侵犯的德瑞斯 向女管家提出问题的严重性 声明绝对不会违反自己的原则 一天 德瑞斯在房顶遇到了菲利普的女儿和男友约会 傲慢的小姐看到德瑞斯就拉着男友离开 和男友解释这是父亲的新用功 眼神鄙视地扫过德瑞斯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德瑞斯的护理工显然和别人不同 她会在按摩时玩手机 会因为好奇在菲利普腿上做实验 拆邮件想要增加新分类 照顾菲利普用餐时 因为看美女秘书将饭喂到菲利普脸上 接电话永远忘记贴在菲利普耳边 在御室听音乐 嗨皮到忘记还有一个残疾人需要照顾 每一次意外都会吓到女管家 这一天 菲利普要去看画展 德瑞斯不愿菲利普像动物一样坐在后备箱 她先开尘封已久的豪车 菲利普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豪车的副驾驶上 久违的感觉 让菲利普心情很愉悦 第一次出波档豪车的德瑞斯兴奋到大叫 开车出门时被一辆车挡住出行通道 这是她的邻居 总是把菲利普家门口当作停车位 德瑞斯一把将邻居粗暴地救出车外 教育她 这里是禁止停车 方法简单粗暴 他们开车到达画展 显然他们的审美有分歧 菲利普十分欣赏其中的一幅画 久久地凝视这幅画 感叹生命存在的痕迹 好长地花大价钱买下 德瑞斯对菲利普花4万欧元买下一探笔鞋很费解 之后菲利普与老朋友会面 老友表示对菲利普的担忧 他调查到德瑞斯丰富的档案 甚至因为刚抢劫珠宝店而被监禁了6个月 老朋友认为德瑞斯是一个暴力狂 危险的人 且出身贫困没有同情心 然而菲利普却表示自己要的就是没有同情心 菲利普在房间口述 女秘书代笔回信 很不幸地被德瑞斯听到了 从女管家口中得知 菲利普由一个女性比友 关系很亲密 德瑞斯肯定菲利普动情了 睡梦中得德瑞斯听到粗重的喘息声 菲利普在幽灵痛症的折磨下 痛苦不已 呼吸困难 德瑞斯着来冰毛巾安抚菲利普 慢慢冷静下来 陪着菲利普在巴黎街头 呼吸新鲜空气 缓解冰痛 他们在一家餐厅休息 期间畅谈各种话题 大笑不已 共通战胜病魔的经历 让菲利普对德瑞斯敞开心扪 分享自己的过去 他作为家族继承人 从小就被教育称强者 喜欢竞技和极限运动 在大学邂逅了自己的妻子 不幸的是 妻子的多次流产 导致无法生育 于是他带着妻子 在恶劣天气下 进行跳伞运动 希望妻子能够走出阴影 结果天气原因 导致跳伞失故 他永远失去了 妻子和行动能力 他说身体的残疾 不是残疾 他痛心于妻子的去世 失去了精神伴侣 这天 德瑞斯成功通过了 使用期转正了 德瑞斯去找在上学的妹妹 得知地体闯祸了 被警察拒留 等待家人的保释 菲利普再给比喻写回信 大端的优美情势脱口而出 天造华丽 德瑞斯听得头疼 质疑菲利普写那个有什么用 菲利普回答他 他要的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聪明和柔情才是他看中的 德瑞斯不认同这种看法 询问他们的交流时间 一旁带别的女谬术回答 六个月 德瑞斯瞬间就不淡定了 枪走信件找到电话号码 直接拨通 菲利普极力拒绝 然而没多久 菲利普就畅快地和比喻交谈起来 之后的时间里 菲利普热衷于和比喻打电话 并准备和比喻互换照片 德瑞斯和菲利普的相处越发融洽 在照顾菲利普的同时 他抽空完成了一幅绘画 邀请他们参观 在菲利普的帮助下 卖出了1.1万欧元的价格 后来 德瑞斯和菲利普一起去做按摩 打耳钉 给轮椅更换更快的引擎 体验速度与激情 这天是菲利普的生日派对 派对结束后 菲利普邀请德瑞斯 欣赏自己喜欢的音乐 显然他们的审美 存在很大的差异 德瑞斯将高雅音乐 换成了摇滚音乐 随着劲爆的音乐感 很快嗨翻现场 菲利普收到比喻寄来的照片 星星不是恐龙 很漂亮 照片附带一行小字 下周我会去巴黎 显而易见 这是邀请约会 第二天 精心收拾后的菲利普 带着女管家独自去服乐 德瑞斯则应菲利普女儿的请求 找到他男友进行不友好的谈话 让他向菲利普的女儿道歉 并负责早上的面包 菲利普在餐厅等待过程中 越发忐忑不安 终于在临近六点时 让德瑞斯来接他去投风 临阵脱逃了 此时比喻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德瑞斯带着心情不好的菲利普 去进行跳伞运动 在天空中 感受着及时的速度 开阔的视野 让菲利普找到久违的感觉 拒绝尝试的德瑞斯 一起完成了冒险 回到别墅 爱折麻烦的弟弟找到德瑞斯 菲利普了解到德瑞斯复杂的家庭 他主动解约了合同 告诉德瑞斯 他不可能一辈子照顾一个残疾人 第二天早上 德瑞斯背着来时的背包 走出菲利普的视线 离开前 女管家将可以领到失业金的合同 交给德瑞斯 并助他好运 门口又有邻居车堵住出口 德瑞斯里妈的和车主沟通 让他让出通道 在合同里面发现了夹单里面的照片 这张照片本应该邮寄给菲利普的笔友 显然 菲利普更换了照片 他并没有接受自己是残疾人的事实 离开后的德瑞斯帮弟弟逃脱了不良青年的纠缠 参加了一场面试 凭借着和菲利普相处学会的艺术和涵养 成功地和面试官畅谈了起来 德瑞斯找到工作了 菲利普再次更换了新的武功 新员工组织穿着白大褂 用李延敏的眼神看着他 被幽灵痛症折磨时 只是问一问要不要吃药 这一切导致菲利普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喜怒无常 甚至颓废到留起了大胡子 像一位老年人 德瑞斯知道后 一天夜里悄悄来到菲利普身边 他大声嘲笑菲利普的大胡子 开车载着菲利普出门兜风 一路上飙车闯红灯 被警察追 合作演戏骗警察 放肆大笑 汽车一路行驶来到海边别墅 德瑞斯帮他刮了胡子 期间一直用胡子做各种造型 德瑞斯爽朗的笑声感染了菲利普 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收拾完毕后 他们来到一家餐厅准备用餐 德瑞斯告诉菲利普 陪伴他的人不是他 菲利普还欠别人一个约会 在菲利普错愕的眼神中 德瑞斯走出餐厅 比一有满孩微笑地和菲利普打招呼 菲利普在惊喜错愕中 看向窗外的德瑞斯 两个人相视一笑 本片是法国电影《出不可及》 改编自法国富翁的自传 《第二次呼吸》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本片的两名主人公 在身份地位 教育程度 种族等方面 有着天壤之彼 他们都有着处不可及的一面 他们互相改变 互相救赎 改变对方的人生 菲利普让德瑞斯变得有自然心 同情心 拥有新的工作 德瑞斯让菲利普变得开朗快乐 拥有新的恋情 本片证明 人与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有着巨大的能量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感人的电影 狼油条 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